出版业不景气 一般作家想要利用出书来赚钱为生并不容易 教育部和文化部等单位 严拟从明年开始 在两间国立图书馆来事办公共出借权 初步规划民众每借一本国人自制的纸本书 政府就会提供作者和出版社三元的酬金 休闲时间有民众会到图书馆看书借书 但整体出版业的成长停滞 作家和出版社想出书赚钱并不简单 教育部和文化部等单位组成跨部会小组 规划事办公共出借权 民众向图书馆借一本书 政府严理提供三元的酬金给出版社和作家 初步规划 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和国立台湾图书馆事办 民众建一本书 作者和出版社可以拿到三元酬金 按七三笔来分润 目前下线占定三十元 上线还要讨论 但也不是所有的图书都适用 目前是规划 作者还要在世 并具备本国国籍 至于书籍语言和种类 目前也还没有定案 对出版人鼓励我们台湾本土创作 当然是一定是有一定的帮助 部分的创作家他已经在大陆那边做他的新品的推荐 跟那边创作 反过来我们台湾必须要给大陆买半钱来在国内做发行 可能你的借用力达到一个程度以后 他就不会另外再给费用 出版公会代表认为 主要是鼓励本土创作者利益良善 但为了避免本来就很畅销的书籍获得过多酬金 而冷门书籍却分不到钱 因此补助上线和下线还是要清楚明定 对此教育部表示 8月下旬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目前规划都还没有定案 预计年底会有明确方针明年上路 接下来讨论沉默玉 台湾报道